大家好 我是研發部門的Nik 很榮幸為大家做這次的影片的介紹 那今天主要會有五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機台的簡介 那第二部分是可謂的摩擦係數 第三磨合 第四熱摔測試 第五熱性能測試 第五熱性能測試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介紹機台的簡介 這樣子 那這台測試機主要是開發 如果說研發新的材質 我們可以透過這台測試機 去了解煞車片的一些性能的表現 那在於平保部門的話 也可以有這台測試機 去做一些量產材質的驗證 再來的話我們可以 藉由這台測試機去搜尋其他家的產品 去調解其他家的產品的水準到哪邊 一定我們開發的目標以及精進 這樣子 那這台測試機的話 它的測試的項目有 一開始的磨合測試 以及低速高速的測試 幫助這樣子 接下來介紹核位的摩擦系數 現在市面上它主要有四個等級 EFGH 兩個英文字母的話 第一個英文字母代表 低溫的表現 0到250度 第二個英文字母代表 是高溫的表現 250度以上 那目前的話 H的等級的話 主要是用於 賽道版的一個材質 那G的話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都用在 運動版或運動進階版 F跟E的話 大部分都是用在一般道路 或一般道路加強版 接下來是磨合測試 磨合這個部分 我們一般在更換來臨片的時候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在更換新的來臨片 或者是說 新的碟盤 或者是說 你使用舊的碟盤 因為舊的碟盤 可能它已經使用過了 它可能會有 平面度的問題 或者是說 凹凸不平的問題 在 來臨片跟碟盤 在做接觸的時候 可能沒辦法達到說 百分之百的接觸 磨合 這個會影響到說 一開始的摩擦係數的表現 以及一些音音狀況的表現 接下來是熱摔測試 這個測試的話 也算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個測試主要是說 模擬就是 連續下坡 踩煞車的一個狀況 那像北部的話 可能會去陽明山 那中部的話 可能會去那個 武嶺 然後如果說 連續踩煞車下來的話 最怕就是說 沒有煞車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測試的話 有分兩個 然後一個階段的熱摔測試 整個會從直速的 一般煞到四處 總共會煞5-5次 然後總共會有兩次的熱摔測試 接下來我們就是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那熱性能測試 熱性能測試 也可以稱為高溫測試 那這個高溫測試 主要在於說 模擬是說 我們煞車片 在連續踩煞車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一些高溫 這個高溫可能 達到四五百度以上 那這個高溫的話 我們會設定在五百度C 那總共會做六次的 煞停測試 那可以了解說 摩煞技術在高溫的狀況下 它的一個表現 這個材質 是不是適合用在於 曬到場上 或者是用在更嚴苛的一個 環境下去做試用 所以藉由這台測試機 經過以上的那些測試 讓我們可以更安心更放心 把我們測試出來的產品 去推廣出去 讓消費者使用